上面還 就是磁磚 地面一種 那我自己的搭配是 現在我在我們家浴室 客廳浴室的門口 我們家目前的裝修進度 就是進行到了貼磁磚 那前面的部分 就是水電啊每一座拆除 這部分我都沒有特別去鎖 因為我在前面都還沒有遇到狀況 那我今天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問題還蠻嚴重的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要老屋裝修 或者是浴室裝修的 都需要注意一下 我們家總共有兩間浴室 那這間是客廳的浴室 它是客浴 它比較小間 那我兩間的磁磚都是選一樣的 牆面我是選這種白色霧面的 那地板的話我是搭配水模石 因為我很喜歡水模石 但是我不想要太大範圍 原本連牆壁可能都想要用水模石 但是我怕看久了會膩 所以我就把地板用水模石 然後是這種比較大地色系的水模石 因為有些水模石是紅色黃色 顏色比較重或是比較大塊 但是我就想要選這種小塊的 然後比較大地色系的 就這樣搭配起來是非常好看的 然後我的絲座 貼磁磚是泥座師傅 我覺得它泥座的工法做得很好 那時候有來看它都抹得很好 可是就是看到這邊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很沒質感 這就是所謂的收邊條 我就以浴室來說好了 像這個角度啊 它就是外角 也是所謂的仰角 那這個裡面的就是內角或是陰角 這個就是你不會撞到 那這個就是在外面 所以你有可能會撞到它 他們就會用這個所謂的收邊條來收邊 因為我那時候過來的時候 剛好他們是在禮拜日貼 然後我禮拜日都要顧追追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早來 我來的時候他們都已經把這個收邊條貼上去了 那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樣 我覺得還行 但是如果你再給我選擇一次 我不會要他們貼這個收邊條 你看近看就會覺得這個瓷磚這麼有質感 然後貼一個塑料的 就是蠻沒有質感的 那我現在帶大家去看另外一間浴室 就是我們主卧 主卧這邊還有一間浴室 這邊浴室的瓷磚 我就是挑選跟客廳的是一模一樣 牆面白色 然後地板是用水模石 然後這邊要給大家看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準備好了嗎 3 2 1 2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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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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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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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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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边条之类的 我不知道结果出来会是 像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沟通上的问题 我有跟泥座师傅说 因为毕竟我们是外行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手边条用在哪里 如果你让我知道成果是这样 我一定会一开始就跟你说 我不要手边条 我泥座师傅其实也蛮好的 他愿意帮我打掉 然后我再去买瓷砖 瓷砖是我再去买新的这样子 因为不够嘛 如果你要打掉的话 一定瓷砖会不够 我觉得这种事情呢 就是应该跟我一样自己发包的人 甚至如果你是情统包之类的 你都会遇到跟我一样 不知道手边条是用在哪个地方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沟通好 如果你不要手边条最漂亮最漂亮的 连接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瓷砖啊 它这边是90度角的 那你要让它接在一起呢 就是要送去工厂 把两个面切成45度角 它才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漂亮的角 这样子就不用用手边条 到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是做了 你才知道 那你要拆掉手边条是不可能的 就是要整间的瓷砖都要打掉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 你在装修浴室 你就是越早知道越好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不能讲究 因为这不是一笔几百块几千块的小钱 或是乱装你可能一两年你看不顺 你可以把它换掉 因为它是硬体装潢 然后又花了你这么多钱 你每天上厕所每天洗澡 就会看那个收边条不顺眼 因为有一些师傅可能会做了 他会说服你将就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将就 还有得救就打掉重练 有啊如果切到那边 那我拿到那边去 全部都切啊 这个是切六十公分那边的 我切好的瓷砖已经到了 然后你看它切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 四十五度角的 贴起来的话就会这样 两个四十五度角拼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九十度 就等于就不用用收边条 这样就会比较漂亮 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是这个 就是被切四十五度的 我还有切另外一个是 单短磨圆 这个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因为我刚搬这个好重喔 腰有点受不了 刚好今天师傅要来贴另外一间厕所 所以这些瓷砖就是待会都会用到 了吧 我再给你去吃 那边有点 过来 摇曼 鞭肉 蒸鞭 蒸鞭 鸡肉 鞭肉 鯉肉 鞭肉 鹹 鞭肉 在我们家主流旁边的这间浴室 就是磁砖被贴坏的这间浴室 那它现在已经贴好了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贴好的样子 准备好了吗 3 2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贴错的这条柱子 它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是不是差很多 近看的话呢 你会看到它完全是没有收边条的 这个就是我之前把磁砖送去工厂切的 45度被切 它就是长这样子 这边也是 这边是门口的上面 这边也都是没有收边条 然后我这边有切另外一种切法 这个是泥座师傅他说他也没有遇过有人这样切 因为大部分都会是切这样子 其实切这样子45度角是最漂亮的 就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因为我当时这面墙壁的这里 就这一片已经都贴好了 那这一片的话我就想说可以切这种圆的 我这个圆是切四分之一 它还有二分之一就是更圆 但是更圆的话你这边的缝隙就会更大 就等于说它这边也是圆的 整个看起来是圆形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切四分之一 会比较符合贴这种柱子的边角 也是很漂亮耶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就是这样子 比收边条漂亮很多吧 所以我们家目前主握的浴室 磁砖已经完成 泥座已经退场了 然后这边就是45度切脚 贴出来的样子 这边是四分之一圆角的 切脚贴出来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想要分享一下 关于泥座跟贴磁砖 这过程中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施工之前 就是你要做这一部分的装潢之前 我会建议你上网做一下功课 像是你现在正在看我这个影片 就是有经验的人分享的 我觉得会蛮有帮助的 那因为贴磁砖跟泥座这部分 没没差太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分享的很详细 很完整 但是我会分享我在这过程中 遇到的状况 如果有机会装修自己的新甲 或是装修自己家里的浴室的话 不要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 就是先知道会比较好 我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柱子的第二片 第二片磁砖的位置这里 当时在贴的时候 它这边其实是涂出来的 就是可能真面墙 当时在抹泥座之前没有打干净 所以那时候这一片还有这一片 贴出来都是碰的 因为在贴磁砖的过程我都在现场 当时它原本是想要直接贴上去 然后就是抹 这个缝隙超大的 就等于是这片磁砖你看出来 它就是凸出来的 但是我就说我不能接受 所以后来就是把磁砖拿下来 这样打进去 就才会是现在这样子 平整漂亮的样子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收边条 这件事情也是我拍这部影片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因为我们通常贴磁砖 我们来检查 来验收的时候 通常都只会注意到 像这个你的脚啊 有没有对齐 有没有贴的正齐 通常就只会注意到这个 对就是我们外行人比较 看得清楚的应该就只有这个 然后填缝有没有填好之类的 但是收边条这个我觉得蛮重要 它会整个影响到浴室的质感 那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再去看一下 我客厅的浴室 就是有收边条的这间 再看一下对比 这间就是有收边条的浴室 其实收边条有非常多选择 也有比较细的 还有各种材质 如果你想要用收边条的话 你一定要去挑选你的收边条 不要挑这种就是那么丑的 我觉得很没质感 那因为我的林座师傅跟磁砖师傅 都是同一个 就是从泥座到磁砖 都是给同一个人完成这样子 如果你再给我选择一次的话 我应该会把泥座跟贴磁砖 这两件事情分开 因为我觉得贴磁砖 除了需要技术之外 还需要美感 就是当时这个奶茶色柱子贴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丑 就是每个看到的人都觉得很傻眼 每一个工班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对那个脚很傻眼 所以贴磁砖除了技术之外 还需要美感 但是目前贴起来我是觉得很满意 但也是我觉得我有在监工 所以有差别这样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切磁砖的经历 因为我是切旧的磁砖 我并不是切新买的磁砖 我把旧的磁砖送去这间的工厂切 是我自己联系工厂 然后请他们从我这边再磁砖过去切 然后在切之前呢 你一定要跟你做师傅确定要切多少片 像我那时候就是直接站在这间浴室 然后打电话给你做师傅确定 我要切多少片 30公分这边要切多少片 60公分要切多少片 因为像这边门上面这边就是用到60公分 当时还有切这个圆的 就是圆的要切多少片 你都要确定清楚 那因为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它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在一开始 通常你做师傅 或是贴磁砖师傅 通常是不会告诉你这种做法 而且通常贴这种倒角的 它是需要更多技术更多时间 所以通常都要加费用 然后还有第二个其实也需要加钱的地方 就是我这边的磁砖不一样 墙面一种 地面一种 这样就是比较一般的做法 是不用再另外加收费用 像我这样就是所谓的花砖 我墙面有不一样的磁砖 这样就需要加收费用 所以你一开始都要先讲好 这样子比较好计算费用 像你贴花砖要加多少 你贴倒角要加多少 你贴倒角钱 你要跟你做师傅说 是你要帮我把磁砖送去加工 还是我自己去加工这样 这些都要先处理好 才比较好计算费用 后面才比较不会有争议这样 再来是磁砖的数量 在一开始你就要跟贴磁砖的师傅讨论好 你的浴室高度 天花板高度要到多高 这样才可以计算你磁砖的数量 因为我当时的天花板要求想要再更高 所以磁砖数量不够 我就必须再新买磁砖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一面墙 这一面墙其实两片磁砖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问题在哪边 问题就是你看它下面都对得很整齐 但是越上面它就不整齐了 原因是这两片磁砖差0.1mm 0.1mm很少 可是你这样贴起来 就一片一片上去就会越差越多 因为每一个厂牌的磁砖 虽然我这个是30×60 你都是统称30×60 但可能会差一点 像这一片啊 这片是我后来新买的 它就真的是30×60 这一片的话就是差一点点 对它并没有是真的30×60 差0.1mm就差很多贴起来 当时在还没有填缝之前 我觉得越看越不顺眼 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填完缝之后我是觉得还好啦 对啊就还OK还可以接受 那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 怎么挑磁砖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喜欢的花色不一样 那我自己的搭配是墙面白色 配地面水磨石 通常地板的话贴磁砖师傅 不过不是你做师傅都会建议你贴小块一点 因为贴这么大块泄水会比较难做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小坚持 但是那个师傅也答应我了 那贴出来的效果就是非常好 因为你磁砖大片 贴出来就是会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我的地砖就是选60×60 然后地板你记得要选有比较粗面一点的 就是有止滑这样 不然你可能洗澡会容易滑倒 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个磁砖的分享 我觉得磁砖真的是我目前遇到 妹妹格格最多状况的一件事情 就分享给你们 如果未来有需要装修或是需要装修浴室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跟我的经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